多了就别开车 知道 以后再也不会了 子战 走 找房子去 大伯 你不跟我们一起找房子呀 我得练球 你们去吧 哦 她的辞职信 我昨天看过 我诚心挽留了她 可是她不听 叫我怎么办 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弟弟 我跟她也是共事多年 我不希望她成为牺牲品 你回去 我跟她说说 跟她说 我大门 还没有关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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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路上小心点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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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点什么事 我想问你 龙头插了之后 你什么计划 我是指一些方便 啊 嗯 还没想那么远呢 会离海比京去发展吗 很难说 你好像有声音 杜花交了辞职报告了 为什么 左右为难 为公为私很难两全其美 你有什么散发 我不愿看到她辞职 还有机会吗 唉 我回去跟她谈谈再说吧 我宁愿赶行做别的生意 说真的 说真的 大公司的饭 不好吃 你也别说了 我真的无所谓 你看 你辛辛苦苦地奋斗了六年 才坐到了现在一个人人都羡慕的位置 你突然辞职不干了 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我是你哥 你听我的 明天跟崔总道个歉 继续上班 你看 我一直干这个活啊 你认我不满意 你老感觉我 把孩子放在家里边 也不管也不教育 还耽误了你很多的时间 我现在在家里边呆着 你反倒叫我继续干下去 有点奇怪 奇怪什么呀 原来对你不满意 不是因为你的工作 因为你不管孩子 你的工作我引你为自豪 现在我看到你修身养性 回到孩子身边了 我高兴 你跟我不是一类人 你知道吗 你是那种 有大野心的人 现在你突然转行 要干小生意了 那就是龙游潜水 要遭虾系的 你刚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 突然不干了 没道理吧 我告诉你啊 在争取补偿费的方面 你没有做任何一件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今天你辞职是大错而特错了 因为 你做了一件对不起你自己的事情 崔主任说什么了 他说 你仍然是他的好助手 好搭档 请恕我这个一老卖老啊 代表龙堂说两句话 啊 我们决定无条件接收归公司 最后提出的方案 啊 那至于这个杜华能不能再为阁下效力呢 那就由你自己来决定 杜华 欢迎你回来 谢谢 我想 在协议处上再增加一个调度 为了补偿各位在金钱和实际上的损失 龙堂的旧建筑材料 我已全部保留下来 直到你们找到一块地为止 我将重建龙堂 至于 建筑费吗 由我们公司负责 真是太谢谢你 封闭客气 谢谢你 先走 哎 谢谢你 先走 过两天你爸带你去看房子 嗯 可以听意见 但是不许矫情啊 嗯 你爸说了算 行了 睡吧 伯 爸爸 大伯 爷爷 丁婆婆 至少要五个房间的 咱们就两个人 要两年就够了 你一接 我一接 那大伯他们的 住你们的楼上楼下 我跟你爷爷住 丁婆婆跟丁伟住 那不是新的龙堂了吗 对啊 新龙堂 新生火 新生火 睡 爸爸大伯王 来 来 这不是帽子 你这天真的小东西 拿真正的帽子给真诚的朋友 还有 儿子啊 我这一辈子 到现在啊 没什么可操心的了 你为我高兴吧 我当然听起高兴了 什么时候啊 我也能像你这样高兴就好了 我抓到你 熊猫别跑 你是舍不得 开着龙堂 那是为俩孩子 小心点啊熊猫 啊 真是亲外 唉 这人呢就得想开点 到时候啊就水到渠成了 哈哈哈 你看来好好笑啊 你不必叫到水中洗苹果的 你把台湾的工厂卖了 再加上龙堂村的钱 够还这样 够是够了 可是目前的经济状况 只能够见卖了 将来我跟你三婶 就算是两袖清风 出茶淡饭 我也不会在乎 只是想到过你两个儿子 他们的前途 不能继承父业 还要在这个社会上挣扎 身为一个父亲 这是我最难过的 三叔 太多虑了 孩子这么大 让他们在世界上闯荡闯荡 有什么不好 再说 他们在音乐上很有天分 没想过 让他们在音乐界发展吗 在没有来北京之前 我是不会考虑的 可是现在我觉得 应该给他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 算说 用我们北京话来说 就是 您进步了 你们一家人干脆都搬到北京来吧 可以啊 可是我不想做你们的寄生虫 什么话 我搞中外合资没有你怎么成的 你说电脑 对啊 电脑专卖店 用超级市场的形式 电脑我是门外汉啊 搞企业我也是门外汉 咱们正好去长步不短 好 算我一份 成交 一言为定 谢谢 不许翻回 谢谢 谢谢 一碗 一碗 哈哈哈哈 今年的冬天 太不意思 是啊 早啊早啊早啊 你在这边等什么 等你出来啊 哦 你可以敲门啊 哦 没事我不急啊 那待会儿我们去送去我等你啊 好好好 很快 好 林婆婆 我来你去休息 哎呀不要 真的 不要客气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一碗专家啊 那好那带上带上 方琳啊 你们家的事啊 杜家都知道了 哎呀 哎呀 我们杜家的人啊 就是有富同享 有赖同当 你们的问题啊 一定会解决的 不要着急啊 啊 我谢谢你啊 好吗 好吗 那条桥呢 想一下钟哥和阿美长姐 现在不滩洪水 我想不行啊 喂 都不用了 你们两个 想桥这些东西 有我红梅在这里 你放心 喂 你不要乱来啊 你是傻的 是啊 有什么桥想 说什么啊 什么桥啊 他又教你啊 他经常加上 人家说这些 搞不打扮的东西 你听不明白而已 我听得明白就行 你也是的 他现在假扮狗 叫你也明白了 你 搞死狗 搞死狗 总之呢 想起一样东西 就包在我身上 大家不用担心 来 追着他 追着他 他行不行啊 有没有读过书的 喂 老板娘 如果这次需要 我们俩可以早些回来 对吧 对啊 反正是要你带一个月 挺温的 不要紧 你们好好跟家人 过去春节吧 那这次你是在这边过 春节还是回香港吗 春节还是回香港吗 香港不回去了 可能更曖昧 都去走一走 吧 使得离开杜先生那么久了 对啊 对啊 你选了吗 哎 有客人来 请他坐吧 你好是一位吗 对 一位请 喝点什么 白兰蒂一杯 白兰蒂一杯 那位小姐是老板娘吗 是 是我们老板娘 再来一杯 给老板娘 好的 好 您慢走 两边白兰蒂 哎 美姐 那边有一位老夫人 她说要请你喝杯酒 去那个 让我来 好 太太 你太客气了 客气什么 请坐吧 好 请为贵心 你 我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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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你是本地人吗 不 是新加坡龟桥 我也是从山岚来的 这我知道 你的口音已经告诉了我 你在北京定居吗 是 落叶归根 那你家人在新加坡还是在北京 唉 我一个人在海外漂泊了四十多年 不单一个人 就剩下了这条老命 喝酒吧 喝酒吧 是苏小姐还是太太 小姐 小姐 我也是做酒吧的 我做了三十多年 你呢 还不得一点 苏小姐 我看到了你 我看到了你 就好像看到了我的过去 苏小姐 你这回本了吗 还没有 苏小姐 请听我一句话 急流勇队 赚点钱 就立刻离开这里 找一个丈夫 共享天伦 否则 我就是你的将来 是你的一面镜子 苏小姐 如果你找到一个真心为你好的 高大威猛 有事业心 真心向你求婚的单身 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呀 否则 你就后悔莫及 你还有大把青春 但你一定要珍惜呀 太太 青年一来的朋友 他们在外边等你 你是演员吗 对 明星做得很好 苏小姐 我刚才虽然说的是电影中的台词 可实验室生活当中 却有此事 我觉得你的朋友对你很好 你应该听听他们的话 好 好 我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出手 好 我好高兴 认识你 好 下期来我今天开始 谢谢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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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我们就想着呢 对了 你们不用说 我明白你们好意的 你明白就好了 小黎 小黎 你又回来玩得开心吗 开心 不过现在要工作 没办法了 对对啊 现在呢 只有两个口 说不定呢 以后三四五个口 那 少年不努力啊 老大图伤悲 知道吗 你两个爷在听上一队啊 哎 长姐 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啊 想你问一下中哥下一步的计划 为什么小黎不跟他谈 他想说服中哥去外地发展 结束北京的生意 再又不知道怎样开口 他也去外地啊 中哥从哈尔滨回来之后呢 告诉我们 外面发展电脑的空间很大 对对啊 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啊 对对对 那我 跟他还有 小张 我们准备啊 在不久的将来 去一个 比较没有竞争力的地方 开一间车房 好 连你们都要走啊 呃 计划呢 就是这样编排的 不过呢 走不走得成呢 就要看下中哥怎么决定了 嗯 他会给你帮我吗 好想 好想啊 啊 还好了 阿萍呢 阿萍呢 大姐你真是消息太不灵光了 提早回去陪丁敏了 哦 哦 美长啊 其实今天我们是来跟你道别的 啊 事情办好了吗 嗯 差不多了 过两天我们就回台湾了 我也要回美国了 你们不多留一刹吗 不留了啦 真是真不得你耶 嗯 对了 你春天有没有假期呢 有啊 一个月 好 到美国来过年 来台北 来我家住 我们去找几个朋友给你打麻将啦 哎 没想到大家刚成为朋友 马上去要跟奔东西了 对啊 喝酒别分 分酒别喝 你跟我那边 你要走了 嗯 南非 我的男朋友求我为情 哎呦 你走了啊 过几天呢 不过 久了之后 又到饭老爸了 啊 你们不要讲那么感情哦 我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我今天忍不住了 哈哈 我真的很吸引你们大家帮我的忙 美长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我也是 好了好了好了 美长我们带你妹妹回笼堂打麻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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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麻将啊 好啊 那领走前我请你吃饭了 我也要请了 好好好 打什么圈子我打允训回来开工怎么办 打给他 打给他 哎呦 哎 他们来跟他说再见 是啊 你也是啊 我后要结婚了 恭喜你啊 谢谢 结婚了 结婚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那打算呢 你看看我 看你做小生意 那样 你教我什么生意啊 那些什么 你懂的啦 除了酒吧之外 有啊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你早就加油回去啊 对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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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想啊 我还没想着退休啊 哎 你还捱够了吗 不捱怎么办 有没有人要 有人要 有什么没人要开架啊 没人要啊 真的 嗯 我们好像不是在说这件事啊 是说中国 哎呀 他要骗你啦 怎会不要你呢 真的说实话 好像我都没说这件事 那你想说什么啊 哎 被你吵到我什么都忘了了 哇 这样也行 很矛盾啊 大家这些东西 都拿着好吗 来啊 有个人回答两句 赚少你的记忆啊 回答什么回答 回答她 她的老婆儿子还好 老公了 那就说不会了 当然也说不会了 接着呢 哎 又失败了 一步一步 就像陌生的戒头 一朝一暮 尽些心 谢谢大家